燕麦是害人精还是营养佳品 医生提醒两种燕麦尽量要少吃 燕麦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古物食品 一直以来都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而备受推崇 然而近年来关于燕麦的争议却层出不穷 甚至有人将其称为害人精 那么燕麦究竟是营养佳品还是真的有害健康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燕麦究竟有哪些营养价值 燕麦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穀物 这些成分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再就是燕麦中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情况 同时膳食纤维还能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体重 燕麦还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 其蛋白质含量高于许多其他穀物 对于素食者来说 燕麦是一种很好的蛋白质补充食物 为何有人称燕麦为害人精 尽管燕麦有如此多的营养价值 但为什么还会有人称其为害人精呢 误解一 燕麦热量高 一些人认为燕麦热量高吃了容易发胖 但实际上燕麦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这些成分不仅有助于增加饱腹感 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并不会直接导致发胖 误解二 燕麦升糖快 有人担心燕麦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 但实际上 燕麦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 对血糖管理有益 当然如果是加工过度的燕麦产品 如燕麦片或燕麦粉 由于淀粉结构被破坏 可能会导致血糖上升较快 但这并不代表燕麦本身有问题 市面上存在一些劣质的燕麦产品 如添加了大量糖分 油脂或香精的燕麦片 燕麦饮料等 这些产品不仅营养价值大打折扣 还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医生提醒 两种燕麦尽量要少吃 那么 既然燕麦本身是一种营养佳品 哪些燕麦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呢 医生提醒 以下两种燕麦尽量要少吃 加工过度的燕麦 加工过度的燕麦 如即时燕麦片 速溶燕麦粉等 由于经过高温处理或精细加工 其营养成分往往会被破坏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会大大降低 同时 这些产品为了改善口感和味道 往往会添加大量的糖分 油脂或香精等添加剂 长期使用这些加工过度的燕麦产品 不仅无法获得燕麦原有的营养价值 还可能增加肥胖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 因此 在选择燕麦产品时 我们应该尽量选择 未经加工或加工程度较低的燕麦 如生燕麦片 燕麦米或钢切燕麦等 这些产品保留了燕麦原有的营养成分和膳食纤维 对健康更有益 含有添加剂的燕麦 市面上一些燕麦产品为了改善口感和味道 往往会添加一些添加剂 如香精 色素 防腐剂等 这些添加剂 虽然可以改善产品的口感和外观 但长期使用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特别是对于儿童和老年人等敏感人群来说 这些添加剂的危害可能更大 因此 在购买燕麦产品时 我们应该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 尽量选择不含有添加剂或添加剂含量较少的燕麦产品 同时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有机燕麦产品或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有质量保证的燕麦产品 以确保其安全性和营养价值 了解了哪些燕麦应该尽量少吃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正确食用燕麦 选择合适的燕麦产品 如前所述 我们应该尽量选择未经加工或加工程度较低的燕麦产品 如生燕麦片 燕麦米或钢切燕麦等 这些产品保留了燕麦原有的营养成分和膳食纤维 对健康更有益 适量食用 虽然燕麦营养丰富但也不能过量食用 过量食用燕麦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摄入过多 引起肠胃不适或消化不良等问题 一般来说 每天食用50到100克燕麦是比较合适的 合理搭配 燕麦可以与其他食材一起搭配食用 以增加口感和营养价值 例如 我们可以将燕麦与牛奶 酸奶 水果 坚果等食材一起搭配食用 制作出美味的早餐或零食 注意烹饪方法 燕麦的烹饪方法也很重要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用水或牛奶将燕麦煮熟后食用 也可以将其加入其他食材中一起烹饪 但需要注意的是烹饪时间不宜过长 以免破坏燕麦中的营养成分和口感 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古物食品 对人体健康有诸多益处 然而 市面上的燕麦产品种类繁多 质量参差不齐 我们在选择时需要仔细甄别 同时在食用燕麦时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和合理搭配等问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燕麦带来的健康益处 燕麦的功效诸多却有害人脉的称谓 说到燕麦的功效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意尝到健康了 燕麦中最重要的功能因子是膳食纤维 它的主要成分是胶体状的蒲聚糖 这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蒲聚糖这种物质不能被人体吸收 会在大肠中发酵 产生 饼酸 丁酸等短链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能够抑制体内有害菌的生长 促进益生菌的繁殖 从而起到维持肠道菌群平衡 防止腹泻或便秘的作用 另外燕麦中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润肠通便 把体内的多余毒素和垃圾给排出体外 起到了一个减肥的功效 燕麦还有调节血糖 血脂的功效 可预防和辅助治疗糖尿病 燕麦在血糖的控制上起作用的 还是它的膳食纤维 燕麦水溶性的纤维素具有粘性 可在人体的肠胃壁上形成一层薄膜 这层薄膜可以减少葡萄糖和脂肪等养分 在小肠内膜被细胞吸收 从而降低血液中葡萄糖和脂肪含量 起到调节血糖和血脂的功效 另外纤维素有吸水膨胀的特性 可以帮助填充胃容量 增加饱腹感 缓解糖尿病人的饥饿感 科学研究还发现 膳食纤维还能够改善没烧神经 对胰岛素的感受性 降低对胰岛素的需求 从而调节血糖水平 所以燕麦可以说是糖尿病人 比较理想的食疗食品 摄入适量的燕麦 有助于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人体内胆固醇的减少 主要是通过转化与排泄 肝脏是胆固醇代谢的主要场所 体内大部分胆固醇在肝脏中 转变为胆脂酸 随胆脂排入肠道 最后随粪便排出 这是胆固醇体内代谢最主要的途径 燕麦中的蒲聚糖 可以调节体内合成腺素酶的活性 使得更多的血浆胆固醇流入肝脏 并转化成胆脂酸 增加粪便中脂质物质的排出量 达到降低血浆胆固醇的目的 另外燕麦中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和新元素 这些物质有助于推动体内代谢 把体内多余的糖 脂肪 蛋白质等转化成人体所需的热量 所以适当的吃燕麦 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含量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燕麦还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燕麦中的蒲聚糖 被认为是一种强的免疫刺激剂 能够与免疫细胞的表面受体结合 激活聚氏细胞和白血球 从而改善白细胞 增加细胞分裂塑含量 促进特殊抗体形成 从而刺激人体的免疫反应 另外有研究表明 燕麦中的蒲聚糖内还有一种因子 是一种自视抑制剂 它可以通过提高溶媒体PH值 和抑制溶媒体中的组织蛋白酶活性 来抑制自视降解 从而导致腺力体损伤 促使癌细胞的凋亡 因此对肝癌 乳腺癌等疾病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与抗癌药物几乎一致 更重要的是无任何毒副作用 所以适当的进食燕麦 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防癌抗癌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